入则孝 故事一 催糖乳菇 诗曰 糖氏乳菇 菇不利时 康强寿终 称富贤德 糖朝时候 有个人 名叫崔南山 他的真祖母 长孙夫人 年纪很大 嘴里的牙齿 已经完全脱落了 崔南山的祖母 糖夫人 每天 先梳好了头 洗好了手 就到堂前 拜见婆婆 在上堂来 给婆婆吃自己的奶 日复一日 从来没有见断过 所以长孙夫人 虽然没有牙齿 不能够吃饭 可是好几年来 依旧是很健康的 有一天 忽然生起病来 于是家里老的 小的 小的都走到她的房里 她就对大家说 媳妇对我这么孝顺 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她的 但愿子子孙孙的媳妇 各个像我媳妇一样的孝顺 后来 柏林地方姓崔的人 做上书 做周俊官的 有好几十个人 论起天下做官的人家 总要崔尊崔家 是首屈一指 入则孝 故事二 永泉月里 亲所号 立为句 亲所物 紧为去 诗曰 江湿夫妻 笑讽甘旨 社策永泉 日月双礼 在汉朝时候 有个叫僵尸的人 平常侍奉母亲 极为孝顺 她的妻子 庞氏 庞氏 不是婆婆 更是谨慎 小心 比其丈夫 真是有过之 而无不及 江湿的母亲 喜欢吃鱼 喜欢吃鱼 夫妻两人 常常做些鱼的料理 并把左邻右舍的老太太们 请来陪母亲用餐 让母亲 让母亲可以吃得更高兴 姜师的母亲又喜欢喝大姜里的水 可是江水离他家 有六七里路 亏得妻子庞氏 不怕老虎 美美从江边 调水回来 供给婆婆喝 一回到江边潮水 水时碰着了大风 回来的迟了些 母亲渴了 僵尸就责备妻子 并且把她赶出去 庞氏就住在邻居家 用纺织赚来的钱 便买了好的饭菜来 请邻居的妈妈 送去给婆婆吃 过了好久 婆婆把媳妇庞氏叫回来 后来 僵尸房屋的旁边 忽然涌出了泉水 水的味道 竟然就和江水一样 并且 泉里每天都有 两条鲤鱼跳出来 他们就刚好 把鲤鱼拿来做菜 供养母亲 入则孝 故事三 山枕温清 诗曰 冬月温清暖 沿下山枕凉 儿童之子直 千古亦黄香 汉朝时 有一个人 姓黄 明香 在她九岁的时候 便失去了母亲 她每天都非常思念 已经去世的母亲 乡里的人 看到她 私母的情景 都称赞 她是个孝子 她是个孝子 黄香因为失去了母亲 便把全部的心力 都用来服侍父亲 任何劳苦的工作 都亲自动手去做 一心一意 想把父亲服侍的舒舒服服 夏天天气很热 黄香就用扇子 把父亲要睡的枕头 和床铺 沾凉凉 我 帅羽 优优独自家 优优独自家 我好想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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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天天气寒冷 黄香就先睡进腹心盖的棉被里 用自己的身体来使棉被温暖 然后再请腹心睡 黄香的种种笑形被太守留步知道后 就把他的行为事迹表咒朝廷 加以褒奖成为大家的好伴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气随 踏无愿 诗曰 陆女贱妇 护打悲情 改业得子 主事欢欣 明朝时候有个姓璐的女子 她的父亲常常用猎枪去打鸟 陆女有个弟弟 在三岁的时候得了一种怪病 全身长满了黑色的小豆子 那一颗颗墨黑色的豆子 看起来好像枪担子一样 弟弟得了怪病后 每天喊痛 这样喊痛 痛了几天就死了 那时候姓璐的女子已经十六岁了 她会在父亲的面前哭着说 父亲时常打鸟造了很多杀业 弟弟因此得了怪病而死 倘然父亲再不懊悔改过 恐怕恐怕就要绝后了 她的父亲听了这一番话 因此而大大的悔悟 把过去所有打鸟的器具 统统烧掉了 并且一方面戒杀放生 尽喜自止 改过向善 来赎从前的罪过 陆女又因为爹娘没有了儿子 所以立愿不出嫁 终生侍奉双亲 就这样过了九年 有一天 她的父亲做了一个梦 梦里看见祖父 抱着一个小孩来 祖父说 假如不是孙女儿一番话的感动 因而使你改过向善 恐怕我们陆家的香火 就要断绝了 后来陆女的母亲 果然生了一个儿子 人必有夜 陆父以鸟冲弹弓打鸟为夜 使职业是以造业也 其子斗尖黑如铁蛋子 明明之中以事之矣 而陆女气告感悟其父 更能事不出嫁以待子职 孝哉女也 出则替 孝地徐武 兄道友 地道宫 兄弟母 孝在中 后汉时 有一位徐武 年少时就失去了父亲 下游两位年幼的弟弟 徐武白天耕种 晚上读书 耕种 耕种的时候 两个弟弟虽然还不能升任耕种除草的工作 必定使他们在一旁观看 读书的时候 叫两个弟弟在旁边 亲自教他们读书标点 详细为他们解说文艺 并以礼义来教导他们 训示他们 使长大成人 如稍有不遵行礼教的行为 就自己跪在家庙列祖之前 说自己没有德性来教诲弟弟 希望父母有灵 能启发诱导两位弟弟 一直等到两位弟弟 觉醒豪气向他请罪才起来 始终不以粗暴急躁的言语神社 夹在弟弟身上 徐武到了壮年还不娶太太 有人劝他娶太太 有人劝他娶太太 他说 随即辅住 随即辞官回家 先替两位弟弟提亲完婚 然后自己采取太太 徐武和弟弟一同居住在一起 非常和气 后来两位弟弟的声明也很显著 笑和替本来都是相同的道理 为凶的人能尽有道 兄弟和我的身体 流通的都是同一血气 从父母的眼中来看 本来就是同一体 所出生 如果兄弟间稍有不合的现象 父母亲的心中就会难过不安 所以看到兄弟间能互相有爱 身为父母亲 心中自然就会心安而舒畅 谢谢大家 请 无谢吃贺 人有短 切莫接 人有思 切莫说 施约 吴母谢氏 教子一方 道人之短 百吃何妨 宋朝时候 有个静氏姓吴明赫 他的母亲谢氏 教训儿子很有一方 男朋友 一人 那 又是 呢 想 落 又是 都 咱 在那 客人說話的時候 謝氏常常立在屏風後面 去聽聽他們談話的內容 有一天 吳賀偶然對客人說著別人不好的地方 貓眼睛 拜拜 她的母親聽了非常生氣 等到客人出去了以後 母亲就把吴贺打了一百下 有个亲戚知道了 就去劝谢氏说 谈论人家的长短 也是读书人通常的毛病 有什么重大的过失 你要把它打到这个样子呢 谢氏就叹了口气一回答 我听人家说 爱护女儿的人 一定选择说话很谨慎的读书人 来当她的女婿 我只有一个儿子 要教她明白义和命的大道理 现在她说话这么不谨慎 这就是忘了母亲啊 哪里是处事长久之道呢 于是谢氏就流着眼泪 不肯吃饭 五鹤从此以后 心里就很有了恐惧心 竭力地紧接着自己 终于成了一个很有名誉的人物 请言与盛行 是立身处事准则 做事寻天礼 则无获 出言顺人心 则无愿 故出言顺人心 唯非谄媚 大庭广众之前 人品不齐 尊卑不宜 忌惠甚多 务必谨言 不可犯人隐晦 使之惠愤 最继妄谈时事 高谈货论 指商人与无形 而遭意外之祸 刀杖杀身 显恶意见 但言语商人 细为而难知 足损应得 不可不慎 以言应事 当顺人心 随机劝导 巧言归见 使能被接受 即以言事清 以必顺清 而不可逆清奉剑 阳善于公堂 归过于私事 此乃千古名言 劝人之余 以未圣行于外 自然使人倾心入听 心服而接受 若侃侃直离而谈 同他人未必听从 反生恶感 情于出言之人 君未能三思 常因而得罪于事 遗孝于人 致败己得 至于大习 大怒 大罪 得意之时 必有过情之议论 犹当皆莫无言 以防过旧 君子已谨言盛行 君子已谨言盛行 吕昆曰 漢朝泛芳当乱世而高 论义宿凶 亡生之祸严居其酒 正史义所当言 杀生何叙 而平居谈短论长 直结仇底 自求切齿抚心之恨 或将烟草 无母教子 可谓知所众矣 杏 刘平奇贼 凡出言 杏为先 施约 刘平弊乱 贼欲烹支 喜归四母 帝贼父亲 刘平弊乱 汉朝时后 有个叫刘平的人 刘平市 刘平市 刘平之外 刘平生 刘平之外 刘平之外 當時鎮逢亂世 劉萍扶著他的母親好娜 開啟 кот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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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流瓶出外去尋求食物 遇见了一般饥饿的强盗 强盗捉住流瓶,打算将它煮熟来吃 流瓶扣着头说道 现在我为了母亲去寻些野菜 让我把那野菜给母亲吃了 再回过来救死吧 强盗听了,也很可怜她 就把她给放了 流瓶回到家里 把野菜给她的母亲吃了 禀告她的母亲说 儿子和强盗们立下了约定 是不可以欺骗他们的 等母亲吃了野菜 流瓶拜别了母亲 就向强盗赴约了 强盗见了流瓶,大大的吃了一惊 大家互相说道 从前听见人家说烈士 现在才亲眼见到了 你去,你去吧 我们是不忍心吃你的 于是强盗将她放了 流瓶,因此而保全了性命 流瓶,因此而保全了性命 是强盗,因此而保全了性命 名之江峰也,哀求恶贼 愿归四母,还就死 贼哀而浅之,是其笑之化贼也 祭四母敬,禀名而义贼 贼义而还之,乃其性之化贼也 诸位盗贼尽丧其天良哉 诸位盗贼终不可化哉 亦自问得性何如尔 贩爱众 贩爱众 故事一 挤来报恩 恩预报 愿欲望 抱怨短 抱恩长 从前浙江 温州 吉祥 有个张姓夫妇 慈悲好善 从不清残悟命 一日黄昏 有数位猎人追逐一己 几逃无路 几逃无路 奔入张家亭中 那时张妇正坐在亭中缝补衣服 看到吉在逃命 看到吉在逃命 吉芒用衣服覆盖它 等猎人追到了 骗巡不见己在 骗巡不见己在 骗巡不见到猎人遗远去 才将吉放走 这吉呢 似乎知道感恩 在三点头才离去 拜拜 四年春天 那只吉忽然又奔入亭中 用脚将张妇的柚子衣去 张妇大惊 吉芒尾追而去 吉跑到甜品中 便将其子放下而去 便将其子放下而去 张妇抱起柚子 不然想起 此己是否及去年所救之己 为何不知报恩呢 心中感到疑惑 等到到了家的时候 大吃一惊 原来房屋已经被屋后的大树给压倒了 强塌瓦碎 鸡犬禁止 张妇也因为追逐己 母子因而脱险 万物皆有灵 就如从前毛宝少时救一龟 后来遇难落水 尽为此龟所救 可见一切物类 可见一切物类皆有灵性 一念慈悲救护 物物不知感恩图报 半爱众 故事二 原生还切 视约 世约 原生买切 逸而归之 布求聘礼 复圣于资 宋朝有个叫原生的人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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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紀五十歲了 還沒有兒子 在 他的老婆就準備了銀錢 叫他到林安地方去買個小老婆 原生就拿了銀錢買了一個女子 可是那女子臉上的表情看起來很憂愁的樣子 原生就問女子 什麼緣故 你要這樣的憂愁呢 那女子 哭著說 我原來是趙知府的女兒 因為 因為父親死了 家裡窮得很 家裡窮得很 所以母親把我賣了 得來的這筆錢 就可以歸葬父親了 原生聽了這一番話 憐憫女子 嗯 就把她送了回去 不但不向她討還聘錢 並且 並且又把自己袋子裡剩餘的錢 都送給了她們 謝謝 謝謝 原生回到家裡 她的老婆 她的老婆就迎著她問 欸 那買來的小老婆在哪裡呢 原生就把這件事的原尾告知了 她的老婆聽了也很高興 並且說 嗯 你心腸好 一定會有兒子的 果然第二年就生了一個兒子 名叫袁韶 袁韶 後來袁韶做了很大的館 後來袁韶做了很大的館 袁 袁聲之意無論你 而其妻之嫌 一末即也 入宮見度 女子常情 身妻乃自聚之 屬夫買妾 歸時 復宮自迎問 得其故 得喜而未知曰 君社心如此 行當游子已 夫意欺賢 無怪一年即得貴子也 親人 親人 隱成同訊 為人子 方少使 方少使 親師有 喜禮儀 詩曰 陳氏子佑 教以禮 及其長野 擇善為師 宋朝隱春的母親 陳氏 她處理家務很整齊 很元素 家裡雖然貧苦 她從不帶著幽悶的臉色 頂春在幼小的時候 母親對她的一舉一動 說話或不說話的時候 都叫她要合乎禮法 兒子稍稍長大了 就叫她讀著聖賢的經書 她又聽人家說 當時依川先生叫陳怡的 善於教誨後學 於是就叫兒子去拜訪依川先生做老師 當臨走的時候 陳氏訓誡她說 凡是學問 一定有個本源 要求得了這個本源才好 跟著田 沒有收穫 開墾了土地 不繼續用著開墾的工夫 這種沒有橫行的習慣 都是不足取的 後來尹春的學問有了成就 去印考試 這次考場裡所出冊的題目不太好 後來尹春的學問有了成就 連文章也不做 就走出了考場 又把這個情形告訴給母親聽 陳氏就說 我只要你用道德來養我 不要你求了官 用露米來養我啊 依川先生得知了這一番話 就說道 這位母親真真是賢德啊 於是尹春終身沒有去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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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之動植與墨 始何於禮以先入為基 及掌再為擇師而從之 如是則內有母教 外有詩訊 外有詩訊 雖遇其不終局 不可得也 謝謝大家 愚力學文 讀書自在聖賢 為人學子 讀聖賢書 若不能身體力行 孝 忌 性 伴愛眾 親人 這些本分 一位死讀書 縱然有一些知識 也只是增長自己浮華不實的習氣 變成一個不切實際的人 如此讀書又有何用呢 反之 如果一位的做 不肯讀書學習 就容易依著自己的偏見做事 蒙蔽了真理 也是不對的 子曰 學惡不思則枉 思惡不學則在 而讀書的方法 要注意三道 眼道 頭道 心道 三則缺一不可 如此方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研究學問 研究學問 要專一 要專精 才能深入 用功日久 而一旦豁然灌通煙 得重物之錶裡 經出無不道 而無心之全體大用 無不明理 求學當中 心有疑問 引隨時筆記 一有機會 就向良師一有請教 務必確實明白他的真意 不是傳述聖賢言行的著作 以及有害身心健康的不良書刊 都應該摒棄不要看 以免身心受到污染 智慧遭受蒙蔽 心智變得不健康 遇到困難或挫折的時候 不要自暴自棄 也不必分事疾俗 看什麼都不順眼 應該發奮向上 努力學習 聖賢境界雖高 循序漸進 也是可以達到的 孟子曰 順和人也 順和人也 魚和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